歡迎來到IT Handicap Tutorial,我是Kevin 我們接下來就是來透過Soul Street來做前置準備 如果你不喜歡Soul Street的朋友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Git指令來做 因為我的Git指令都幫你打好了 你照著打一定不會有錯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Tutorial 我們就先來到這個地方 我教你怎麼樣去刪除Repository 刪除之後我們就來建立這兩個Repository 我們來看一下在我們的GitHub裡面 這是我們的GitHub 這裡面現在有兩個Repository 我現在就刪除掉其中一個 然後就來到最下面Delete 它應該會叫我輸入密碼 我就輸入一下密碼 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輸入密碼 等我一下喔 我輸入完B密碼之後它就刪掉了 我現在再來到GitBash這裡 然後Setting這裡 然後一樣是往下拉 然後Delete this repository 然後一樣是輸入這個東西 那它已經記住我密碼了 所以它就不會再要求我再重新輸入 好 那我現在有Create兩個Repository 那我就來看一下喔 我第一個的名字叫做GitBash 然後GitBash放在這邊 然後第二個的名字叫Soul Street 然後Soul Street放在這邊 好 那GitBash這裡呢 你就選Private 然後接下來按Create 然後它就建立了 然後那接下來是Soul Street這裡 就按Private 然後按下Create 然後它也建立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建立了這兩個Repository 你可以refresh一下 就要在左手邊看到這兩個Repository 你看完之後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UIL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講義的部分 在我們講義的部分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做這個Clone 第一個是用這一個Soul Street來做Clone 然後第二個是用GitBash 然後第二個是Soul Street 所以這邊稍微改一下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現在就是有GitBash 跟Soul Street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來到這裡 等一下喔 這個位置 這裡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再來到這裡 好 這是GitGitHub GitDemo1 然後這是Soul Street GitHub 然後GitDemo1 那一樣就把它翻到這裡來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兩個都有檔案了 我就先把它刪掉 好 就先把它刪掉 那它現在要做的東西呢 就是要 針對這兩個呢 做一個GeekClone 好 那這裡的這個UIL 是來自於 在我們GitBash的 這一個UIL 這裡 那另外一個UIL 是來自於這裡 好 那我們先執行的是這一個 GitBash的 我就按 Copy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做Clone 好 那你的話這邊一定會有所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用這邊的URL 就是用你自己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這一個 講義的位置 好 這邊是GitBash的 然後就按右鍵 然後GitBash here 好 準備好之後按Paste 然後按下Enter 它就做Clone了 然後Clone完畢之後呢 就把這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這個把它刪掉 它就會在這一個路徑底下 有一個Dogit的資料架 所以你再按一次Enter 它就會變成它是在 Master Branch上面 好把它關掉 那接下來第二個呢 就是在這裡 然後一樣是把它Copy一下 那老師啊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 為什麼不用SoulTree來做GitCon 其實 有時候SoulTree在做GitCon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缺點 它的缺點呢 就是 我這邊順便打開一下SoulTree 它的缺點呢 其實就是說 這個SoulTree 它會有的時候 會 就是有一些版本 它會沒辦法讓你做Clone 然後那有一些版本 又會讓你做Clone 那我自己現在是停留在 某一個舊的版本 暫時還沒有升級到最新的版本 那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它那個最新的版本 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去升級 這樣子 所以SoulTree的用戶呢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說 你現在這個版本 不OK 不OK的話 你就要這樣一個版本來用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我個人呢 在做Clone的時候 也會大部分都是用Git指令來做GitCon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 通常會比較保險 好 那這個是屬於SoulTree的部分 我就把它貼上 好 那就是做GitCon 那做完GitCon之後呢 就會產生一個資料夾在這裡 然後就點進去把它拉出來 然後這個就可以把它刪掉 好 那針對這兩個人都做完GitCon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的講義的部分 在我們講義的部分呢 接下來就是 好 就是叫你把它Copy出來 好 這個剛做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透過這個SoulTree的 ToggleSoulTree把它打開來 好 那ToggleSoulTree把它打開來 就是去 我先給你看 這邊就先把它先 我所有的Bookmark都先刪掉一下 好 刪掉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按 然後再放Add 然後給它入鏡 然後接下來再放Add 然後它就搞定了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是沒有任何的History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打開的是另外一個 是在這個是手續底下的 那一樣是Add 然後放進來 然後放Add 好它就打開了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加入了這兩個路徑 一個是在Github底下 一個是在搜尋底下 一個是在搜尋底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接下來就加入我們第一個 index.html 那就直接把它Copy進 我們的 NopePay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儲存 儲存的時候呢 名字就給它取名 叫index.html 然後那 它就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它出現在這裡之後呢 再把它Copy到我們要的地方 這也給把它Copy到這裡 就是同時Copy到這兩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 接下來就是要做這個 Git 要做GitAdd的這個動作 那 做GitAdd的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就先Copy掉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CommitMessage 那在手續裡面 你按F5 你會發現說 這邊有一個UncommitteeChange 這邊有一個UncommitteeChange 因為我兩個資料夾到我加進去嘛 那接下來去FileStage的是這裡 然後把這一個 做一個Stage的動作 然後給它CommitMessage 然後按下Commit 然後這裡也是 然後去FileStage的是這裡 然後給它Stage一下 然後再做Commit 好 那我現在這兩個呢 都有一個新的Commit 這兩個都有一個新的Commit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做的是這個第二個 CommitMessage 是加入Index2 那加入Index2呢 你可以直接把 像我自己啦 我就直接把這個Copy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把它改成名字 要說Index2 然後接下來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邊就輸入2 輸入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就把這一個 Index2Copy到右手邊來 好 那這兩個是把它關起來 然後它的CommitMessage呢 是這一個 好 那這一個呢 我們就Copy它的 這個CommitMessage 好 Copy完它的這個CommitMessage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去搜尋這裡 你可以看到下面又出現一個 這一個 OnCommitChange 然後這邊也是出現一個 OnCommitChange 那我們可以Stage這個 Index2.html 這也是Stage這個 Index2.html Stage完之後呢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FileStatus這裡 然後加入一個新的CommitMessage 然後這邊會 也是在FileStatus這裡 加入一個新的CommitMessage 加入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 你可以看到在Hitory裡面 它有多出一個Log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再來看一下 下一個是這個 Index3.html 那再來這個 Index3.html 也是在加入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這邊就再加入 然後這邊就是Index3 好 然後接下來打開來 然後這邊要輸入的就是3 輸入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就把這個Index3 Copy到這邊來 Copy到這邊來之後呢 那接下來就是 呃 對 它應該改成3了 對 這裡沒有加3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 Copy它的這個 CommitMessage 就是這個名字 那就把它Copy一下 好 那這一次要Copy的東西呢 就來到搜尋這裡 它也會多出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然後這個也會多出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那我們要去做的東西就是先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先Commit起來 然後接下來再給它一個CommitMessage 我們要Commit也是這個File 然後就Commit它 那這裡的話也是去FileStatus 然後先Stage這個檔案 然後我們要去Commit它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資料夾呢 我們現在都有3個 都有3個Log 都有3個Commit 好 我們3個Commit之後呢 現在是第4個 也是一樣重複剛才的動作 然後要來建立這個Index 那這個Index呢 這個檔名 也是稍微更改一下 好 那這邊也是關掉一下 好 這個Index搞定之後 就把它Copy到另外一個資料夾 所以現在這兩個資料夾 都是同時在做這個前置準備的喔 那我們就Copy一下它的這個 這個CommitMessage 然後我們就直接按F5 這邊也是直接按F5 那就多出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好 這邊也是多出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所以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先去Commit它 好 然後Commit完之後呢 接下來再去另外一個資料夾 然後一樣也是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也是Commit它 好 那我們現在這兩個呢 都有看到這兩個 看到這兩個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是Index5 好 我們也是加入這兩個檔案 然後接下來在這兩個檔案呢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好 就 也是按U- 然後接下來就是 好 把它改一下 改成Index5 然後接下來就把它Copy到 欸錯了 把它Copy到另外一個資料夾 Copy到另外一個資料夾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就是 要去Commit 好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 Commit它 好 跟剛才一樣嘛 好 好 什麼Commit呢 我們就在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就在下面這個位置 然後就把它Copy一下這個 Copy Message Copy完這個 Message 之後我們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接下來就把它貼上 然後接下來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也是把它貼上 然後我們就多出了這六個Commit 多出了這六個Commit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呢 就是 好 要來去Modify 好 再做三個Commit 那Modify這個Index 好 那這是第一次Modify 我們要加入的是這三個 這三個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 Master Branch A這個位置的第一個Version B這個位置的第一個Version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就來Copy一下這一個部分 那這一個部分Copy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我們的 任何一個把它先打開來 好 這是Index1的部分 這邊就 給它修改這裡 好 那這個呢也是一樣 好 把它做同一個部分的修改 好 然後這兩個都修改完畢之後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這是它的CommitMessage 這CommitMessage呢 我們就來做一次Copy 好 做完Copy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FileStatus 這裡 我們這個地方按F5 這個地方也按F5 那你會發現上面有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這邊也是有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那我們接下來去FileStatus 這裡 我們就發現我們剛剛加了這三行 然後這邊也是去這裡 然後發現我們剛剛加了這三行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呢 就是Stage它 然後接下來給它 給它Commit 然後接下來 來看History 就多出了這個Modify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Stage它 然後給它一個Commit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也是多出了一個 新的Commit 然後是Modify這個Index.html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來做第二次Modify 第二次Modify呢 同樣就是MasterBranch A這個位置是Version2 MasterBranch B這個位置是Version2 MasterBranch C這個位置是Version2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它Copy一下 那我們打開同一個檔案 是這一個 那這邊就把它改成 三個都是2 然後接下來在這裡呢 這個檔案也是把它打開來 也是給它改成 這三個都是2 好 那接下來這三個都搞定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再來 Copy一下它的這個CommitMessage 那這個CommitMessage呢 我們可以來按右鍵 然後Copy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去手續裡面 做這個Commit的動作 這邊按F5 然後這邊也按F5 就它多出一個 按CommitChange 好 那我們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可以看到的 這邊就是我們剛才 從Version1變Version2 這邊也是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欸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的FileStatus 都是從Version1變Version2 那我們就是來做一個新的Commit囉 這邊也是直接把它Commit起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有DIV 這個V1 DIVV2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一下 好 這第三個修改 第三個修改 第三個修改呢 就是這個Master 然後A這個位置的 第三個Version 然後B這個位置的 第三個Version C這個位置的第三個Version 那一樣 我們就把它這個部分 Copy一下 好 那我們要做的東西呢 就是在 相同的這個答案 也是做一個修改 好 然後這裡也是在相同的一個答案 做同一個修改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在這兩個答案呢 都做了修改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在這裡呢 把它加進去 做這個Commit 然後可以在這邊按Fy 多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這邊多按Fy 也是多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然後接下來去FileStatus 這裡 然後FileStatus 就是這裡 然後接下來在這裡呢 叫Commit 然後變成一個V3 然後這邊也是做一個Commit 它就變成有V3的這一個 好 那我們就做了這一個 第三次修改的Commit 然後這個也是做了第三次修改的Commi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ock 它就多了第三次修改的Commit 這三個都是針對Index.html做修改 這個 這裡也是 這三個也是針對Index.html做修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呢 我們要針對Index.html2 來做三次修改 也要做三個Commit 那它跟剛才一樣 就是MasterBranch A這個位置的V1 B這個位置的V1 C這個位置的V1 那我們同樣也是 先把它打開來 只是這次要修改的對象呢 是Index.html2 好 那就對著它按右鍵 打開來 這次要修改的是Index.html2 然後這邊呢 也是打開來 然後這次要修改的部分 叫Index.html2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 兩邊的Index.html2 我們都做了修改 那接下來我們要 這是它的 這個CommitMessage 我們Copy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東西呢 就是要 分別去把它Copy掉 所以這邊多出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然後這邊也多出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然後呢 這邊呢 你可以去 FileStatus這裡 然後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加的 然後你可以Stage它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呢 你也可以去FileStatus這裡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剛剛加的 Stage它 接下來在History裡面 就會看到 Index.html2 第一個修改 這裡也是 Index.html2 第一個修改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 在這個位置 好 接下來要做第二次修改 好 那這是我們第二次修改 那我們就是 也是針對同一個答案 做了第二次修改 那這個呢 也是針對同一個答案 做了第二次修改 做完第二次修改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去 這裡 我們去Copy它的 這一個 CommitMessage 它的這一個 CommitMessage呢 展這個樣子 好 那你可以打自己的CommitMessage 看你要不要 好 那我們就去搜尋這裡 看到這邊多出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這邊也是按F5 然後多出一個 UncommitteeChange 然後去FileStatus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從V1 改成V2 Stage它 Commit它 然後去History 這邊就多出了第二個 Commit 這邊也是 去FileStatus這裡 先Stage它 然後 Commit它 這邊也是多出了第二個 就是多出了第二個答案的這個修改 V2的修改 然後接下來就是下一個修改是V3的修改 那一樣 我們就把這一個部分先Copy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這邊Copy 然後接下來就是兩邊都打開 打開V2 Index2的部分 好 打開來之後呢 就是原本是V2 我們就把它改成V3 然後接下來在這裡呢 原本也是V2 原本也是V2 我們也是把它改成V3 好 兩邊都改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 好 做一個新的Commit 那這是我們新的Commit 的這個CommitMessage 也是按右鍵 Copy一下 好 Copy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搜尋這裡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UncommitteeChange 這邊也是有一個UncommitteeChange 然後接下來在FileStatus這裡 然後Commit起來 貼上 按Commit 然後這邊也是 好 Copy起來 好 Copy起來 貼上 做Commit 好 那兩邊都做完Commit之後呢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你應該就是 就是你的 你的Log Glog應該就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加入第七個答案 好 加入第七個答案 叫index7 然後那一樣就是 把這邊 Copy一下 好 好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把他 這三個刪掉 好 給他取名叫做7 好 取名叫7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 呃 就長 就長得跟這個一模一樣了 好 那我們就 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已經準備好index7 這邊也要準備好index7 好 就直接把Copy過來而已 好 然後那接下來要做的就是一個 這個Commit 這是他的CommitMessage 那你可以在搜尋裡面看到 就是 這是history 多出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然後這邊也是多出一個 history 多出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那這兩個uncommittee change 呢 他都是多出這個index7的這個答案 他都是多出index7的這個答案 那我們現在來做 呃 我們現在來做 Commit的動作 就去file status這裡 然後stage他 然後接下來 好 給他Commit 好 這邊也是呢 先去file status這裡 stage他 然後做 Commit 好 那我們可以在history裡面看到 就多出一個新的 Commit 好 這邊也是多出一個新的 好 那我們這index7的這個 這個Commit呢 完成了 接下來是index8 我們要加入index8這個答案呢 其實你就直接把這個 Copy一下 然後把它名字 改成 index8 然後這裡呢 8打開來 這邊7 改成8 就搞定了 那 這個index8準備好的話 就把它Copy到另外一個 所以兩個folder都有這個index8 那我們再把這個index8 做一個新的Commit 好 那同樣在search裡面 就會多出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然後裡面就有index8 然後接下來這邊也是 多出一個uncommittee change 然後這邊會有index8 那我們接下來去file status這邊 stage之後呢 uncommittee 然後去這裡呢 也是一樣 file status這裡 stage完之後呢 然後做commit 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裡呢 現在就多出這幾個commit 好 那這邊就算是我們準備的工作 應該是沒有新的啦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做一個push的動作 那這兩個動作呢 其實可以被一個按鍵所完成 這個按鍵呢 就是 這裡 就是push的這個按鍵 然後這邊要打勾search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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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這邊呢 也是 這邊按完push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origin master 這是我們的remote tracking branch 那這邊呢 現在還沒有origin master 那你push完之後 就是push所有的branch push所有的tag 按push 然後接下來就會多出一個origin master 好 所以呢 兩邊都push完成了 那你應該就會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那我重新做完貼圖了 那貼圖的樣子就是這邊會多一個origin master 那這邊就是會多一個master跟origin master 那這裡面的答案呢 就是會有這八個答案 你應該會看到這八個答案 好 就跟這裡一模一樣 好 然後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去看這個gibash的master 還有search的master 好 好 這兩個都可以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這是gibash的master 這是search的master 好 那在打開來之前 你可以先把這一個頁面先refresh一下 這個頁面refresh一下 那這個是gibash的 這是search的 那你其實可以打開來的是 第一個是branch的這個部分 接下來是這個tag的這個部分 commit的這個部分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就是branch的話 現在只有master branch 然後沒有tag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有這幾個commit 都是在master branch底下 那這個的部分你可以打開branch的部分 你可以打開tag的部分 打開commit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就是只有master branch 然後 tag的話也沒有tag 然後commit的話就有這些commit 然後在master branch底下 所以呢 這兩個就是這些頁面都打開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跟這裡是一樣的 好 那user n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看其他的這個user 也不能說user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針對其他的這每一個資料夾 來做這個clone的部分 好 來做clone的部分 那這些clone完畢之後呢 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好 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好 我們就完成我們的這個準備工作 好 然後那我們就先來clone的是這六個資料夾 好 就先來clone這六個資料夾 好 先clone這幾個 好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是屬於這個gig 然後github這裡 所以呢我就回到他的三頁 好 他的這幾個資料夾呢 我都已經創建好了 那創建之前呢 其實就是這幾個資料夾的名字 我都創建好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先把這裡面的檔案先刪掉 因為之前在寫講義的時候 好 就是有就是有用到這些檔案 好 好 那這裡呢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好 這裡是我們剛剛做的 好 那是在這個gig 然後github底下 好 他是在gig 然後github底下 那接下來是01 02 03 04 05 06 每一個都要做一個gitcon 那這個gitcon 他的這個url呢 就是來自於在我們github裡面的這一個 好 gibbash的這裡 然後這邊選這裡 然後這個htps的這一個 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url 他整個句子的就是gitclone 然後加一個url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就是 針對這幾個地方呢 來做這個gibbash here的動作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就是 好 來做gitclone 它就clone完畢了 OK OK 然後你可以點進去裡面看到有這麼多東西 好 再把它推出來一下 接下來是第二個檔案的gitclone 你一樣是可以gibbash here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做一個clone 好 那也是一樣它會多出這幾個東西 那接下來是第三個 好 那我就不一一講解 我就直接做給你看 好 好 然後接下來是第四個 然後接下來是第四個 然後接下來是第五個 然後接下來是第六個 那接下來是第六個 Anyway,龍 Copy出來 再按一次Enter,你就會發現你在Master Branch 然後這可以關掉 再回到三頁,接下來是第二個 然後這裡面的東西 Copy出來,這關掉 那這裡呢,你就要 按一下Enter,你就會發現你在Master Branch 接下來是第三個Folder,這可以關掉 然後 這裡面的,現在是第三個Folder 然後這裡面的東西,Copy出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在Master Branch 好,那這就可以關掉了 那接下來就是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它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把這裡面的東西 Copy出來 然後再一次Enter,你就會發現你在Master Branch 好,接下來是第五個Folder 第五個Folder呢,就是 你可以把它Copy出來 之後呢,這邊按一次Enter 它就變成在Master Branch 所以,這裡也可以關掉 所以,這裡也可以關掉 接下來是第六個 你可以把這裡面的東西 Copy出來 然後可以把它刪掉 那這裡呢,再按一次Enter 就發現你在Master Branch 所以呢,這邊就全部都搞定了 好,那這裡面的每一個資料夾 都有這八個答案 而且都是做完Clone的 好 那我們是在這裡面做的準備工作 剩下的一到六呢,都只是在做Clone而已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把它最小化一下 接下來是下一個 下一個是屬於這個SoulTree的這一個部分 那同樣的外面就是資料夾先创建好 那這裡面的東西我就先刪掉 因為它是我之前在寫講義的時候做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每一個 都是空的資料夾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每一個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每一個 然後,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做它的這個 這個GitCon 這個GitCon 這個GitCon呢,它的URL呢 是來自於這個收據的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是可以Copy的 那我們就來到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先,第一個是按右鍵 然後GitBash here 好,我們要做的是 是Clone的動作 所以這裡面的答案就被Clone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個 資料夾我們要做的是Clone的動作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被Clone下來了 好,然後那接下來呢 我就不講得那麼細了 我就不等它了 就直接來做Clone 這是第三個的Clone 然後接下來是第四個的Clone 好,等一下 我可能沒Copy到了 好,等一下 接下來是第四個的Clone 然後接下來是第五個的Clone 好,我們現在這六個都做完Clone了 好,那我們現在這六個都做完Clone了 好,那我們現在這六個都做完Clone了 那我先把第一個的東西先挖出來 那挖出來之後呢,你會發現說它就變成一個Master Branch 好,這就可以關掉了 好,這就可以關掉了 然後第二個的這裡呢 它也是變成一個Master Branch 這就可以關掉了 接下來是第三個 這裡面的東西要挖出來 那這裡呢也變成一個Master Branch 這就可以關掉了 接下來是第四個 這裡面的東西要挖出來 然後這裡呢就變成一個Master Branch 那接下來是第五個 這裡面的東西要把它挖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第五個這裡呢 它就變成一個Master Branch 然後接下來是第六個資料夾 然後一樣是把這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然後這裡呢就變成一個Master Branch 那準備工作呢 大家就這樣子 你可以點進去看到 每一個都是有Index1到Index8 就是每一個都是有這八個答案 然後我們的講義呢 好的準備工作就到這裡 所以每一個打開來之後應該會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實際上先隨便Copy一個 比如說像 我只是隨便打開一個 比如說像這個資料夾1 好 然後那我們就隨便打開一個 所以裡面的每一個 好隨便打開一個 它都會是長這個樣子 會有Master Origin Master跟Origin Head這三個 可是原始的這兩個呢 只有Master跟Origin Master沒有Origin Head 好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呢 就是大家就像看到 那就跟我們的準備工作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準備工作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tutorial 就會來討論這個Git Reset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